好 要选总统的人哭的事情 是为了自己老家的违贱案哽咽 当然现在也被酸到爆 那吴子佳也酸说 赖清德哭到已经只赢侯友谊 3%了 再哭下去可能也要被超车 他说到底在搞什么 而且现在这似乎也成为 年轻人之间的笑柄 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他老家这边 已经被设个景点 就是说赖皮疗 然后说有个新的景点 他应该是文化古迹 本来想说还说要放假去走走看看 结果Google地图 已经查不到这个景点了 就被酸说这个变成赖皮了 马上就被下架了 那拆违键怎么速度就变得这么慢 我们先请教亮哥 怎么看说赖清德再度上节目 说他才是受害者 这个问题是这样 如果我们根据新北市的回答 事实上有两点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是2009年的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是列管 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可是基本上还是违法 还是违法 第二个是 这个就是黄国昌爆料之后 让人家引起怀疑 说2003年的空灶图显示 你这个房子恐怕是新建 不是改建 那如果是新建 那就有申请房屋税级的问题 那你是不是没有申请 所以你没有收到房屋税单 对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逃漏税 这个问题 至今为止 赖清德本人 还有赖伴都没有回答 所以新北市才会这样回答 说我们没有看到 他缴过房屋税 他缴的是田赋 所以这里人家当然怀疑就是说 你当初恐怕没有申请房屋税级 所以你就没有收到房屋税单 你就认个错就好了 补缴税单 接受罚款也没关系 梁文杰被配到吸那个什么 外国什么烟 第一时间就回答说我补缴税 该罚多少就罚多少 就这样就结束的事情 他喊约说他以前有缴过房屋税 不是 他不是 是田赋 人家去查了 不然有房屋税单你拿出来 拿出来 大家都供估就闭嘴 现在的问题是 你明明就是可能是漏爆了房屋税级 所以没有收到房屋税单 所以至今没有缴过房屋税 可能是事实 我不知道 可是新北已经说 我们没有看到他缴房屋税的记录 你就认个错就好了 他死不认错 结果这个问题就转成什么你知道 转成两种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危机处理能力 真是惊人 因为我自己就教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第一时间 你就要讲出核心的事实 然后立刻道歉 然后做善后处理 你都没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越来越让人家觉得你的决策风格 你是不是很容易惊住 我不管这个惊的原因是什么 你对你的父亲母亲有 很大的情怀 我们当然知道 可是你用这个来当问题 你没办法解决 那你的根枯有什么用 根枯还是把他们打成说 我们没有人性 你拜托好不好 你危机处理成这样 还在推说什么人性 这跟人性有什么关系啊 别人都没有父母是不是 别人的父母都没有情怀吗 那每个人都用父母当理由 那就可以不处理是不是 你要当国家领导人 还要这样用转移焦点的方式 你还自身主持人 丢不丢脸 所以我说现在的问题已经变成什么 变成是第一个人家在看你怎么处理危机 第二个是你怎么处理涉及事物 第三个是你惊起来 惊住了 惊住了就拖 这个就好比台南议会 我就立刻联想到这里 232天不进议会 人家就说你这可能违宪 监察院说你这个可能要弹核 就是死不听 事实上他大概到了一百多天的时候 就有人在劝他了 说你不行 你要进议会 那你可以跟议长吵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能不进去 他就是不愿意进去 232天 那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跟习近平抗上了 然后任内四年 你就死不对话 死不见面 那我们跟着你倒霉是不是 跟着你的情绪倒霉 跟着你哭是不是 对 所以有人能够打压赖清德吗 来 惠文哥 我觉得前段那边这个 危险的部分应该要有一个转折 如同刚刚亮哥分析 因为这个等于是翻车 我看这个邮台记者也很好玩 他问这个说你们是国安局吗 国安局没有在站岗的 他问这个记者表示 你根本不知道国安局在干什么 结果这个现变很好玩说 我们是宪兵 他问你还回答 这个我们是宪兵 这不是单场就穿帮了吗 记者问你是不是国安局 你还跟他说我们是宪兵 然后还跟他讲说 我们以盆栽为界限 不要超过好不好 不要进去好不好 你也好了 这边还有宪兵队 24小时站绍站岗 这有点理破 然后我们后来也看到说 还有一个办公室 我觉得这个办公室 看起来也很像是违箭 你怎么会有办公室在那里 你表示你有住点 然后这边还有警车 有人来巡逻 那表示什么 表示有巡逻箱 请等一下 观众朋友你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违箭 隔壁的隔壁就是刚刚讲的 宪兵的办公室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跟你讲说 这个办公室 看起来很像也是违箭 可是赖清德 你当初你在台南的时候 你是怎么拆南铁东移的 你是强拆 那你自己你是不拆 我觉得很奇怪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 宪兵被拍到这样子 然后还有警车这样巡逻的时候 这个已经不是违箭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赖清德 你就刚刚亮哥讲 你现在必须马上处理 你怎么可能为了你的违箭 去影响你的总统的支持度 甚至你的得票 哪有这么蠢的事情 我不相信赖清德 连这种这么简单的政治智慧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派宪兵跟警察 去保护你家的违箭 怎么那么好笑 你又不住那里 对不对 如果你住那里 这个总统维安特勤 这个维翰就最了解了 我跟你讲 赖清德的副总统 维安特勤的代他叫做万里 你看有多讽刺 然后你家的万里 现在是宪兵跟警察 去帮你雇那个违箭 我当然知道上个礼拜 邱怡跟毛家庆跑去踢馆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你不可能因为这样子派宪兵跟 警察去守这个 那个太离谱了 我相信这可能 可能不是赖清德的本意 可能下面拍马匹的 想说赖清德可能会当选的 我们现在赶快去拍万里的马匹 搞不好当选的可以提拔我们 但是这个宪兵跟警察被拍到 我觉得已经那个违箭的味道 已经整个都变了 我还是建议赖清德 一定要去做处理 如果赖清德你不处理的话 那这个事情只会继续的滚动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一个副总统你以前被质疑的候选人 大家都会当机立断的说 该猜就猜 该捐就捐 那你为什么不捐呢 对不对 那我也呼应这个友台主持人说 他要怀念他爸爸 清德兄如果你怀念你爸爸 你可以把你爸爸的照片 请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去 你为什么要怀念你爸爸 一定要回外你那个家呢 对不对 照片可以copy 你可以弄更多的照片什么 我觉得那个是借口 那个是你成长的地方没有错 但是你现在是选总统 你是大家的表率 我觉得赖清德处理非常的离谱 应该赶快做这个 危机处理 损害控管 损害控管 对 国安赫勤 其实保护总统的候选人 这是合理的 可是现在连亲戚的房子 我们也要保护吗 那是他儿子 那是登记的是他儿子 现在是他儿子的房子 不是亲戚是他儿子的房子